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奥迪拉雅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美国众议院众议长南希·佩洛西现在已经成为了重视之敌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他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 不建议他访问台湾 布林肯 美国重申美方对台政策不变 强调美中保持沟通的重要性 然后我们来看到西方媒体的喉舌的头子 大哥大 纽约时报也是发文批评佩洛西 现在不是 你耍任性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佩洛西访谈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她丈夫被查账了 她丈夫好像有一些是一些腐败 一些不干净的钱的来往被查账了 所以她要通过来这样的疯狂的举动来打台湾牌 好像台湾牌就是他妈的像伟哥一样的 还是说像什么保兴丸一样的 只要吃下去以后 马上就能够存活一段时间 应该就是保兴丸 所以说她也想来打这张牌 那现在确实她被搞得非常狼狈 非常非常狼狈 那么现在大家要知道 韩国突然之间跟日本敌对了 本来这个尹大饼 他不是上台之前天天的嚷嚷的说 要修复日本的关系 然后要对朝鲜采取极端政策 让中国也要老实 挺牛逼的 上台以后他也这么在尝试在做 但是现在完完全全已经被金正恩委员长吓得 已经是这个尾巴都夹在皮尔里夹得牢牢的了 你现在让他皮尔里夹他妈的一千块韩元 对吧 他一定都一天一夜他都不会掉下来 他就已经吓到肌肉都已经抽搐了 而且你知道吧 为什么以希悦的这个支持率一个礼拜 才隔一个礼拜 从四十一下子掉到百分之三十都不到 什么原因会掉下来的 难道是因为施政各方面不合格吗 那当然不是了 老百姓会给你时间 不可能一个礼拜再给你掉百分之十几的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你让韩国人 马上连泡菜都快吃不上了 一旦这个朝鲜的节奈门自主火炮 给你来搞同归于尽政策的话 那整个韩国将是生灵涂炭的 那这些韩国人都会变成难民 他们知道 到时候他们变成难民 会被中国人瞧不起 到时候他们天天跟中国人 那些联合国 非移 那些教科文组织的那些东西 那就一点都没有脸面了 所以说他们恨死以希悦了 你这个王八蛋 你他妈的在这里 以为你是说大话的 还喊口号 你个傻逼真的在这个地方 要跟韩国决一死战 跟朝鲜决一死战 现在朝鲜就公开对美国宣战了 然后说要把你的政权给他们消灭掉 然后让我们感觉到有灭顶之灾 现在这个傻逼他就是怕了要死 他现在这种状态 然后我们来看哪件事情 说完之后 我们再来说佩洛西那个事情 还有一件事情 台军现在已经在观看CCTV7了 看解放军什么时候打过来了 韩媒 韩国在日韩争议的独岛举行防空演习 据韩联社援引消息人士报道 韩国在日韩争议岛与独岛 日本称猪岛举行的定期防卫演习 报道称 演习皆在确保做好准备 应对潜在的外国入侵 该消息人士说 独岛是我们的领土 此次演习是我们每年举行的定期演习的一部分 这就是屁话了 你之前在文在寅的时候 我好像没看到这种演习 是不是 大家都知道 包括我们在福建平潭的军演 也说是例行的年度演习 都说是例行的 但这个意思 他不能说 我这个演习就是针对你美国 我这个演习就是针对你日本 这种讲法 就是什么叫做威慑 这就是威慑 韩国 对吧 独岛位于日本海 借此 借于日本和韩国之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独岛由韩国管辖 日本将此称为非法占领 并认为盖岛位置领土的一部分 所以我说过了 这个乙西越 他想上台来修复跟日本的关系 你只要 因为日本人 从来是看不起朝鲜人的 因为你就说句实在话 就是中国人他们可能还高看一眼 那看朝鲜根本就看不起 对吧 对俄罗斯是他妈恐惧 关中军被消灭了 对美国是五体投地 因为两颗核弹 把他们给炸死了 那对中国 对吧 国民党内部的民族主义者 也抵挡住了日本 凿开这个重新的大门 那么对中共 他更加是很忌惮的 因为他们在北方整个华北地区 怎么都突破不了太行山脉 就是被共军的游戏战给 严重的给拖住这个脚步了 对吧 那么朝鲜有什么呢 如果不是中国 苏联跟美国 共同的努力下 你朝鲜能得到解放吗 朝鲜是最早被占领的地方 所以说你想去跪舔日本 你看以西越去求那个安田文雄 安田文雄 鸟都不鸟他 瞧不起弱者的 所以说你看现在 他想明白了 楚西明珠 非常的 不管南朝鲜还是北朝鲜 都非常的 敬佩金正恩统绩 为什么 因为他代表了朝鲜 因为南朝鲜也认同北朝鲜 他们就认为 北朝鲜金正恩统治 敢于跟美国宣战 跟美国叫板 又有原子弹 我们瞅西明珠 有了这个原子弹 他们对金正恩是很崇拜的 我认识很多南朝鲜人 女的是很讨厌金正恩 觉得这个人喊打喊杀的 怎么怎么样 就不好 长得又那种大富翩翩 非得大人那样 看上去就不是什么善差 女的是不喜欢 觉得如果说像金正恩那样去统治的话 女人是没有地位的 但是南朝鲜男的是非常喜欢金正恩的 只是他们不会公开这样去表示 但是在私底下都是很崇拜的 而且心里面还会有一种异营感 就觉得金正恩 如果说当这个朝鲜的民主的 全体的领导人该有多好 他们都会这样去异营的 所以说我们要看到 台海局势引发了朝鲜半岛危机 然后让韩国跟日本之间不可能去同盟 不可能去同盟 大家明白吧 所以我说过 你在台湾这个地方 你必须得硬 你要去震慑这些印太地区的小鬼 如果这一次 你把这个彭卓西吓得都不敢来了 或者他来 你就打 对我们来讲 都是震慑东南亚这些小巴拉兹 最好的时候 还有这个日韩最好的时候 所以我说过 你看到没有 我们这次这么硬 日本有声音吧 暗天文兄有声音吗 没声音的 屁都不放一个 为什么 天皇 他们的天皇 不允许他在这里说三道四 因为他知道这么硬的话 安倍这个时候 肯定在那里说三道四 安倍说三道四的话 那会引祸上升 所以说在台海危机点报之前 赶紧把它给处决掉了 这个事情就通了 这个逻辑就通了 你们发现没有 好 那我们再来说 其他的 现在呢 台军啊 非常紧张 已经呢 就是频频观看 这个军事纪实栏目 观看CCTV7 台军心理作战大队 亮相汉光演习 被发现在收看 央视七套军事纪实 7月28日 台防务部门 开展的汉光38号 士兵演习 进行到了第四天 台军所谓的心理作战大队 登场了 台媒报道画面显示 这支负责对抗认知作战 给台军打气的部队 在二代新战作业车里 看的是CCTV7 国防军事频道的军事纪实节目 7月25日 29日 台防务部门开展了 为期五天的汉光38号 时兵演习 炒受模拟解放军作战的话题 28日 演习进入到第四日 主题是所谓的反空降和反登陆 那么大家要知道 为什么看CCTV7 台湾的军队 是没有办法 获知解放军的情报 因为他现在 他没有办法获得解放军的情报 而且美军给台军的情报 中间可能会被解放军拦截 那么台军就是 直接很现实的 就是观看CCTV7 因为老兵之前讲过 到时候打起来了 CCTV7就是暂时播报一个频道 然后台军就认为 CCTV7到时候会不会 播放习近平的讲话 然后CCTV7宣布解放军进攻 播放进攻画面怎么样 在这个地方看CCTV7 大家看到吗 CCTV7它是一个军事农业频道 所以大家你想想看 这个台军你知道斗不斗 他在搞新战 他不是说想着怎么样 把解放军给 他想着不是怎么去跟解放军 搞什么新战 而是想着 我第一时间 利用我的新战这些车辆 来观看解放军是否攻台 如果一旦发现解放军 要是攻台的话 第一时间 丢盔器甲逃跑 第一时间保自己的命 这是第一位的 所以这是他们看CCTV7的 一个原因 大家明白吧 要第一时间掌握这个情报 但是我说过了 真他妈仗打起来了 还有你看CCTV7的份吗 台湾所有的电磁信号 全部被屏蔽掉 全部都瘫痪掉 你台湾又没有反 反这个电战的这种部队 对吧 你台湾有电子战部队吗 没有 你那种电战部队 只能算是通信领域的一种小兵 根本就构不上什么 什么电战部队 所以说吧 这个台湾啊 现在就是如惊弓之鸟 台湾的士兵都很聪明的 看CCTV7 即使了解大陆的这个政策 对吧 他们要看的是 大陆对他们喊话 是什么样的一个政策 是不是你放下武器 立地成佛啊 卧槽 有好处啊 分房子啊 还是说怎么样 给奖金啊 这帮人第一时间 获得情报 大家明白吧 是这个道理 好了我们再来看美国是如何下尿的啊 美国确实是下尿了啊 首先第一个 布林肯重申啊 这就是代表美国官方了啊 布林肯重申 美方对台政策不变 强调美中保持沟通的重要性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7月29日表示 美方对台政策不变 中日本外务大臣临方正 同重申对台基本立场不变 重申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 是国际社会和平与繁荣不可或求的要素 看到没有 美国跟日本平平就排完问题紧急熄火啊 他们说的和平稳定 不是不是说什么你反对武统 这个说的和平稳定 就是说哎呀 不希望干干账啊 别干账啊 他这个意思 跟平时那个牛逼劲他不一样 你看到没有 你看日本 日本现在这个林方正宣布要跟王毅外长赶紧紧急对话 看到没有 我昨天就就讲过了 日本他吓尿他现在他还敢讲台湾的事是日本的事吧 你敢讲台湾是日本的事吗 那个逼的 解放军几千名捣蛋就遭响你日本 跟你开玩笑 狗日的 每日在7月29日与华盛顿召开2加2经济本会谈 布林肯与林方正会后召开联合记者会 两人在会上被问及台海局势 及总统拜登与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对话后 台湾议题是否有进展 布林肯表示 两国领导人对话是努力的 确保与中国维持和加强沟通的一部分 他们表示 拜登与习近平的会谈有三大部分 一是双方可合作部分 包括气候变暖 这个与应对疫情等 第二是就俄罗斯路径乌克兰问题交换意见 第三就是台海局势交换意见 布林肯指强调拜登的美方政策不变 美方强烈反对任何片面改变现状和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动作 布林肯指出 美中在台湾问题上存在分歧 但过去四十多年来两国处理了这些分歧 并维持维护和平与稳定 让台湾人民繁荣发展方式做到了这点 布林肯称 作为共同责任的一部分 持续以不会造成冲突的明治方式 管控台海问题十分重要 对于佩洛西又可能访台 林方正表示 日本政府不宜就此发表评论 至于台湾议题 他则重申 日本对台湾的基本立场不变 台湾和平繁荣的重要依然不变 林方正称 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是 国际社会和平与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 真素难按问题和平解决 你看他先说这个话了 大家看到没有 日本他妈的就是怂蛋 我告诉你 你就跟日本来应的 他马上他就缩掉了 他就缩掉了 你看到没有 他讲这个话啥意思 所以大家要知道 岸田文雄啊 为什么要放这个林方正啊 这个清 就是说比较 比较知华和清中的这么一个人 上来当这个 当他的外交部长 为此 安倍晋三是 很不爽的 安倍晋三非常瞧不上这个林方正啊 所以说大家想想看 安倍为什么会被处决掉 是不是啊 太明显了啊 你就是说 安倍之死不是说已经过去 你就看后续 你就能看明白了啊 所以你就能够说通了 这个天皇 包括岸田啊 他们 对吧 特别是这个天皇 为什么处决掉这个安倍啊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道理 是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不允许你有安倍这样的人出来说那些干话 说那些牛逼话 是不允许的 啊 就是要像林方正来这样讲这种话 啊 明白吧 那么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啊 他也说了 特朗普也来插一嘴 他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彭博社称 美国众议院众议长佩洛西 29日起身访问亚洲 台湾是否是其中一战 引发外界关注 对此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批评他 不该涉足中国问题 认为此举 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的糟糕 特朗普当年时间29日 在他自创的社交平台上说 中国的困境是 佩洛西最不该涉足的事 它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 疯癫的佩洛西 令自己侵涉其中 导致摩擦和憎恨 他真是一坨屎 哈哈哈哈 大家看到没有 川普就代表了美国白右 那川普这样一说 美国白右也恨这个特朗普 那么这个 纽约时报 代表了美国白左 他们也发文 也恨这个佩洛西 布林肯在这里紧急熄火 日本也在这里紧急熄火 对吧 中国手里的牌特别多 所以说习近平同志 牢牢地控制这个局面 而且借这个局面 正式展示 中国对外的权力 和对外的强硬 这可是 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们怎么可能抓不住呢 大家说是不是 我跟各位讲 我们客观的来讲本来呢 中共对台湾问题 这个无政治办法 实在话实说 很难堪 对吧 即使那么难堪 我们还是依然非常支持 对台这个政策 那么现在呢 是这个佩洛西 拜登 他们送上来的礼物 那我们绝对接 这个你看到没有 韩人之间你看 就就开始搞这个繁木了 韩国人心里也是非常震恨这个日本人的 他们就觉得我们跟北朝鲜去打什么 我们应该打日本啊 所以这个尹大饼有点醒悟过来了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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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